各位網友,大家好!你現在看的是英國風城話 記住給like,看廣告,建設性留言,在社交媒體分享我的影片 訂閱我英國風城話的頻道,還有按下我小鈴鐺,你就會收到最新最快的資訊 另外你也可以去我的Patreon,請我食條招,助養小弟 最後也歡迎大家去居英論壇和Maywe的群組加入討論,多謝各位! 好了,hello網友,又跟大家見面了,繼續跟大家說回Halfshare的第二個地點 聖Album,也說了很久之前,說了其他另外兩個地方 首先第一件事,聖Album這個地方的名字是怎樣來的? 其實大家要留意一點,據聞是英國第一位殉道 第一位殉道的英國人或是英國的聖人 即是英國的宗教人士,第一位殉道的殉道者 即是屬於英國人的一種,所以這個名字是由一個殉道者而來的 先不說這個地方,大家都知道今天應該說聖Album 其實有網友說過為何不去下面Watford 為何不去下面Watford呢? 因為第一件事,Watford呢,有些人說是比較閘 其實閘不閘就看內補地區,因為為什麼呢? 它那邊其實也挺大的 但主要的問題就是,學校的校區分佈很麻煩,很難掃 所以很容易調入這個教育陷阱中,因為始終你也知道 上一回跟大家說過,哈佛舍那裡的 發派學校的方式是雙線行駛的,變成很容易 你很不小心地會派到一些不理想的學校 而且就算你附近有學校,但你有隸屬的校網不是那麼好 如果有50-50,假設你附近那家不好,但隸屬的校網又好 又是50-50,所以是很令人頭痛的事情 如果在這個哈佛舍那裡找學校那樣 其實上一次講完學校的問題之後 其實很多網友都不太明白哈佛舍的派位的情形 首先第一件事,如果你沒聽過或者你不知道什麼路的話 那你就看上一集,上一集就講哈佛舍的教育派位的問題 還有呢,講了兩個地點,一個就是哈佛舍和哈佛舍 我也不太記得的,老人家這幾個不是那麼好 那你再看上一次那一集,講過教育那些事情之後 你再回來一集,你可能就會清晰些 然後現在我就再解釋一個情形 就用聖阿佛舍的學校來做例子,可能會比較理想 第一件事,在哈佛舍整個地方裡 在哈佛舍的派位的系統是用兩種模式的 第一種模式就是在那個地區裡 譬如你住在聖阿佛舍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可能是在哈佛舍會指定一個校網區給他 這個校網區裡面就有幾間學校的 就是那個所謂的校網區,大家不要用地理範圍來 就是概括地統合那個地方,就以為那個校網區 譬如解釋這樣說,我說我是在這個 那裡住這樣,然後那個校網區 就可能是來到哈佛舍這裡上面這樣 但是就不是代表說所有哈佛舍這裡裡面的學校 你都可以派進去的 而是在他的校網區裡面,譬如Council指定了你住一個地方 那現在住一個地方你是有權優先去派位的時候 選擇某幾間你Council 即是你現在身處的地方住那個Council 他所負責那幾間學校的,OK? 而那幾間學校可能是在不同地方的,OK? 我假設這個不是真實 我假設可能譬如你住一個地方在聖Album裡面的The Calm 而你Council可能負責的地方是Halbenton 可能是Sandbitch 可能是Harmstack 那裡 然後他裡面有些學校就不是屬於他 這個Council直接管理或者Council 在派位來說他會有麻煩 那他當中,譬如在這個Harmstack那裡 他有三間學校可以讓你選擇 然後這個Halbenton可能有兩間給你選擇 聖Album裡面自己可能有兩間給你選擇 然後你選擇的話 你就可以,譬如你填派位資料的時候 你可以填,隨便自己在這裡選擇這些地區的 這裏三間,這裏兩間,這裏聖Album裡面兩間 你喜歡填哪一間呢 你可以填在你三個派位資源的方格當中 因為你是可以有優先權去派這些學校的 然後所謂的優先權不代表說 你住在聖Album那些人 那就優先在Harmstack 你的所謂優先權就是 譬如有些人他住在Hedfield 他又想進入Harmstack的學校 但是他又不能夠屬於那幾間學校的校網 所以他可能會看中那兩間Harmstack的學校 他住在Hedfield的話 他是沒有優先權的 但是聖Album那些人就給他優先 就是這樣的情形 所以就是說 你所住的地方 那個council負責那幾間學校 你有優先權去進入那間學校 那個優先權不代表很特別優先 而是你對比其他在Hardfordshire 的城市裡面住的人 是給他們優先的 就是這樣的情形 當然了 其實這些是很優先的 另外一個情形就是說 雖然你是給那些人 是給其他地區所住的人優先 有個優先權去派位去那些地方 但是你又要看回那間學校你選的 譬如你住在聖Album 然後你覺得聖Album那些學校不是那麼好的 那你想 我覺得我有優先權可以選擇去派位派這個Harmstack的 那我選了Harmstack的那兩間學校可以嗎 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呢 到你真正派位的時候 他又要再一次輪籤又要抽籤 他抽籤的規則 很多時候是由學校的情況去規定的 就是有些學校 第一件事 通常英國的那些學校 會派位 就說那些有問題 或者被人領養的那些學生 就會優先這樣 然後呢 或者第二步就是 你那裡有姐姐弟妹妹 或者 總之你有 兄弟子妹在那裡讀書 那你可能第二個優先 第三個優先就可能 你那裡 你的家長在那裡 即是在那裡工作 在那裡工作 在那裡工作 然後到第四 可能是住區遠近 這就是那些優先事序 但是那間學校的優先事序不同 所以你自己也要檢查一下 但是一般籠統來說 我的優先事序都是講一個距離的 假設來說 你正在佈兩間學校 或者三間學校 我不管 如果你這樣說兩間學校 搞得大家都亂 總之你當你三間自然學校 我自己是Alban 我三間都報了哈密騰 行不行 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當他派位的時候 他發覺 如果你選擇那三間學校 三間都滿了 不好意思 然後他就會慢慢去看 通常第一二三欄 譬如說 有家長在教書 然後又有 星際節目在那裡讀 或者有問題 那些他就優先的了 剩下的學位 就給其他學生 然後第四個次序 他就說到 住區的遠近 而來定究竟是誰優先讀的 假設他剩下200個學位 然後 原來在哈密騰這個地方 他有250個學生報的 他自己也不夠派 所以你就要去衡量看 哈密騰那些學校 他的超修身的情況 比率有多大 如果很大 你就知道 就算我有優先權 可以報告哪個學校 但是根據他學校的優先次序條件來說 都已經無望了 都已經不用望了 所以來說 你就要看回你自己 住的區域 目前Council 用Council的眼光去理定 你最接近可以派位優先的學校 是哪一間 就是這樣解法 所以就 看到了 很複雜 幾個模式行走 但是 其實說到最後 就是 你住在那個區 住的最近那一學校 那永遠都是 最大機會 你讀那一間學校 就不用怎麼想 除非 假設你住在那個地方 然後你派位去另外 你心儀的學校 那個地方 而那間學校 它的 超修身 情況 或者根本上 沒有超修身 的情況 就是對比上一年的 那你就知道 那間學校 未必有這麼多人去報道 那個區域來說 人口不多 沒有這麼多人選了 那間學校 那機會就大了 但是如果 解決你已經知道 那個區域 那些學校 它的超新情況 太過嚴重了 那你就不用想 就是這樣的情形 OK 是很簡單的 說回聖Album 先不要說太遠的情形 OK 其實聖Album 第一件事可以跟大家說 就是很多專業人士 和相對來說 比較有錢 家裡收入比較穩定的人 就是中產或中層以上的人 都會選聖Album 什麼地方 就算即使是在倫敦生活 在倫敦工作的人 他們都會在聖Album 那裡住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聖Album 是 怎麼說 如果用回香港人的眼光 去看聖Album 這個地方 我可以很簡單地說 就是 它是類似英國的太古城 OK 英國版本的太古城 第一件事就是 它雖然來倫敦也有些距離 但是 很多聖Album的人 他們都是當自己是倫敦人 就是說 你講到聖Album 基本上很多人都以為聖Album 是在倫敦的 他們不會說 聖Album是在哈佛塞 為什麼呢 很近的 不是說開車的距離遠近 是生活的距離遠近 你由聖Album 搭火車去的話 可以很快地 20分鐘左右 20多分鐘 大概20分鐘 就已經入到倫敦市中心了 是很方便的 它那個生活的情形去倫敦 所以是很多專業人士 中餐以上 或者那些 我認識的很多醫生 會計師 就是在聖Album OK 所以你就知道 還有它整體 整個區裡面 那些貧富差距 或者生活環境的差距 是不大的 總之這些是有錢人區來的 當然 樓價不便宜了 如果你現在眼睫過去 我頭頂頂的字 你會看到可能 那些樓價都不太容易 可以這樣說 所以你就要理解這件事 但是當然 其實你看到樓價 其實跟很多時候 它的價錢 跟倫敦 比較內圍的地方 價錢是差不多的 為什麼聖Album這麼貴呢 第一件事 它的校區好 第二件事 它的環境好 第三件事 它是真的方便 第四件事 就是它的治安都比較穩定 比較理想 所以變成 如果這些人 通常一說 倫敦哪個區好 聖Album 都是 你不是第二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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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那些 都是很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今天 特地要跟大家介紹 假設大家手樓上 有一點資金 又想在倫敦的生活圈裡面 生活 在那邊找回工作 聖Album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因為你知道 我知道很多 網友是真的移民來拍攝的時候 他們手上拿著一大筆錢 然後可能原本真的住在太古 想過來拍攝的時候 找回有沒有類似太古的情形 當然 不同 太古的樓是漂亮很多的 聖Album的樓是沒有那麼漂亮的 但是 在說地區的範圍 或者治安的情況 或者生活的模式來說 就近似的 就不是說樓本身的質素 美觀的設計 各方面的問題 大家要理解這件事 不要搞錯 OK 好了 進去聖Album區裡面 首先第一件事要大家關注 就是頭殼頂 我列了兩間學校 一個是聖公會學校 一個是天主教會學校 當你在聖Album 第一件事要跟大家說回教育的情形 先 在聖Album 有兩間學校 永遠 這個 council派位 都好像碰不到他們 不關他們的事 就是哪兩間學校呢 第一間就是天主教學校 他的優先程序 就是洗了禮的天主教徒 接受了兒童洗禮的那些 就是優先的 就是這一間 然後聖公會那間 就比較奇怪 聖公會那間 雖然八個團體 是英國聖公會 但是 他沒有因為宗教的條件 而來定那個修身優先次序 反而聖公會的學校 他是根據住屋距離遠近來修身的 總之 如果你住得近的話 那你就基本上 這個是很好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 首先第一件事 他這個聖公會學校 的位置 就是在聖Album 這個地方 就是在聖Album 的北面的地方 上面這個 小永森上面 有個地方叫做聖 那他在那裡 然後聖剖相 首先 聖剖相 他的 派位 最近的那間公家學校的地點 就是隔離 隔離這裡的 隔離哪間學校呢 我看看 我看看 因為很多學校 不好意思 我真的浪費時間 是聖靈含 聖靈含 聖靈含的學校 是好東西 五科合九 都是70%多 總之 所以反映 聖剖相 他的派位是派在Marshishwick中的一間Sellingham的中學 那間中學是很厲害的,是超級中學 最近是這裡,所以你可以選擇這一間 但是他自己本身在這個攤生中有一個聖工會的學校 而聖工會的學校根據距離遠近,而他一定收不收 而目前那間聖工會的學校是沒有超收的 而他GCHC合格率是46%中庭 所以如果你住在這裏的人是最著數 我覺得如果你選擇學校在這個聖工會的學校 為什麼呢?你可以選擇旁邊的超級中學,做報第一志願 然後你可以再報第二志願就是 我頭頂的一大連串list,又好又壞 然後整個聖工會的地區裏面 那些校網區的學校就是我頭頂的一堆 這些一堆的學校 而你第二志願就可以選擇這些學校 然後第三志願作後備 作示碑的話,那你就可以選擇這間Tancent 這就非常之美滿了 所以其實目前來說,很奇怪 在聖Album,你住哪個區是最好的 目前來說,最好的地區就是東北邊這一塊的地方 有Marserswick、Sandbridge 總之這一塊我不數地區的名字,你自己知道 另外這一塊也不差 但是你見到派位的情形來說 這一塊就非常美滿,這一塊是第二的 那我慢慢再跟大家說其他地區的情形 因為其實在聖Album來說,我本身整個地方都好 但是就因為派位的問題 令到有些區域沒滿,有些區域十分之美滿 所以大家知道了 如果加上你住在這條上面 總之在你聖Album的北邊這些區域來說 你選擇學校是無敵的 即是你最差最吃虧的 都是被你派了去Tancent Church of England這間學校 GCSC合格都46% 即是中庭那種類的學校 但是那種情形就是你坐牙望冠 因為你可以坐著必然會修理的一間中庭學校 然後你再看上面那些,找一些超級學校來報 OK?超級功效來報 這樣就完美了,是很棒的 所以為什麼聖Album的房子這麼貴呢? 但是這樣,雖然整個聖Album的地區 那些房子都是貴的 但是不代表它所有地方都好 首先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 聖Album來說 由治安入手 它整體的治安是好的 如果你由市中心最窄的位置去 如果它來定打一個圈的話 它一個月頭 如果用市中心來包整個地區 一個月頭整個地區的 罪案數字是三百多單 OK? 那其實等於某一些英國的地區 最好的地區的治安數字 不是不是 應該說一些雜的地區 一些雜的城市最好的地區 的治安數字 搞到我也亂手 總之就是三百多單算是OK的 如果用市中心來說 整個地方包了 整個地方來說 總治安數字都是三百多單 所以其實他的治安是不差的 聖Album是甚麼地方 首先要注意的是 我剛才說了 整個聖Album都是好東西 但好東西當中 當然有些地方 就不是說 那麼好 有對比 總之我都覺得全部都很好 但如果對比之下 他有些地方 是不是那麼完美 就是甚麼地方呢 第一個地方就是 在聖Album 南邊 這個位置 那是甚麼呢 就是這條路 Wallin Street 這個聖Julian 或者這裡旁邊 叫做聖Steven 在這個位置 這個中間 即Sandsby這個位 下面這一得仔 OK 南邊這一得仔 那不是說他自我不好 首先一件事 是那個 這個區域是比較多以前的供應房屋的 OK 但是大部分呢 就是現在被人買了 但是呢 這個區域的屋價 可能會比較便宜一點 因為始終都是 Excouncil House OK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如果你想收拾便宜的話 你就收拾這邊 他自我不差的 但是唯獨是他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學校派位不好 那我先去稍微調整一下 那我先去稍微調整一下 那為什麼他自我不好呢 首先一件事 就是在聖Album 這一塊 西南面或者南面的地方 是派位最不美滿的地方 也要同時間 但是呢 如果說治安 港區 那個生活差數 生活差數 生活質數差距來說 這邊的聖Steven 聖Julian 是生活差距不差的 是這一邊可能比較低一點的層次 OK 但是整體這個派位 中學派位 也不太好 為什麼中學派位不好呢 因為在這裡 有一間學校 就叫做萬寶路科技大學 哈哈 他真是萬寶路科技大學 叫做The Marble Science Academy 就是萬萬長路遊班 萬寶路日志兩品煲 真的 所以這些學校 可能那些學生都喜歡 扯萬寶路 我不知道 所以他的成績 不是那麼好的 他的超收率 就大概10%左右 就是都有超收的 可能那邊也有很多人住 不清楚這個情形 但是呢 就說他的GCSC合格率 就是35%而已 GCSC合格率 就是35% 但是看他往年的數據來說 其實以前是40%多 但他慢慢地 由40%每年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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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2020年的時候 是35% 死了 為什麼會這樣的情形呢 就是這個管理不好 所以 由於大家就可以看到他 在西南面和南面的區域,這個效望就不太好,所以大家不要玩了 但是先看看它的屋價,這也不便宜的 兩房的Fact就要285,000磅,因為聖Albam的而是貴價的東西 而三房的Terence就要4球半 所以大家就要想想,有選擇之下,當然你不要選擇這個區 大家都是要付這樣的價錢的話,你寧願多多一點住好一點的聖Albam的地區 也同時間,如果你說是否一定會進入這間學校呢? 不一定是膽膽吧,因為其實剛才你看到 它上面那間聖高會學校就沒有超新的,你可以報的 你不嫌犯,你都想要報一報的,那你就可以試一下 第一是自願報正Albam裡面的超級學校,第二是自願報性工會 第三是再膽膽報其他好一點的學校 然後它沒有辦法的時候,可能三間學校都不收你 你就扔掉它去吃萬寶路了 就是這樣,沒有辦法的,對不對? 就是這樣,所以變成你有錢的話,你就不要搏這一區 就是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不是那麼好的位置,就是隔壁,就是CALM 首先你看到其實真的可以打一個叫做一條線 那說下去CALM,將它一分為二的情形之下 你就會發覺,普遍來說CALM的難面,就不是那麼好 不是說它自安不好,不是說它生活的各種情形不好 而是它派位不好而已,所以就是因為 都是這個派位問題,如果你沒有派位上面的顧慮 如果你有一點憂慮的話,住聖Album是不錯的 假設你手上有一點錢,不是開玩笑 因為為什麼呢? 你看到聖Album裡面,是很多這些貨車站 所以你去倫敦是很方便的,OK? 所以大家看到,一刀兩斷,南面不好,北面好 然後跟大家說回CALM這個地方 CALM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它的派位就不像它那樣差 為什麼呢?因為它有一間中中挺挺挺的學校 也是那個GCC五科合格率,是46%的 但是它超收的情形就非常之高了 就是這個Semi Rider Academy 超收了62% 變了其實很多人就報了去那裡 博大帽,入到就入到,入不到就算 但是其實老實這麼說,看回CALM的情形 都是跟旁邊這邊是一樣的 都是很多以前的Ex-Council House 那些以前的公共房屋 但是可能很多都已經被人買斷了 但是如果對比其他區域來說 他的生活的差距 生活上面的差距 在聖Album裡面說,對比其他區域 就差一點點,但是不代表他差的 因為已經是人上人了,OK? 就是這樣的情形 所以你自己要留意一下 所以如果你在這條 可能你會撿到一些便宜貨 但是目前來說,我都看到他的樓價 都是比較高的 另外就是說,說回他的學校先 他的學校來說 看回他前面幾年的GCCC成績 就很特別了 為什麼呢?這間Semi Rider Academy 其實在他三年前的GCCC五科合格率 只有30幾% 然後每年逐步逐步升上去 現在今年,不是今年 就是上一年 是去到46% 所以變了其實就是說 這間學校應該可能 有一些好的辦學機構 就接管了 然後現在就在做事 所以變了這間學校 慢慢升上去就非常之好 所以呢 如果你的小朋友進去讀的話 可能影響很大 為什麼有時候你看學校 不只是看成績 還要看一下 他對學生的幫助有多大 對他的知識提升有多大 所以變了這間學校不差 就可能會幫到一個學生 可能原本一個學生 他進去的時候很一般 但是呢 就真的幫助他提升成績 令到他有更改 所以就 幾理想的 都不差的 可以考慮一下大家 但是看到樓價就有點心惶了 為什麼呢? 去到Decamp的地方 兩房的Fact要31萬 然後三房的Terence House 就要5球 真是吐給你了 不是開玩笑 死得人了 但是沒辦法了 聖阿奧本是貴的嘛 說了這個情形 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但是呢 生活方便 各方面的條件都非常之好 真的 沒辦法了 一分價錢一分貨 另外呢 講到還有什麼地區可以考慮呢 首先 剛才講回了 罪案數字 其實呢 在這邊 南面的地方 就像Decamp 這些 Savail的地方 它的罪數字都是160至180單 所以呢 其實就不算太高 很理想 當然啦 在北面的地方 那些罪案數字呢 就更加低了 OK 另外呢 近市中心呢 在聖阿奧本的東面 這邊呢 有個地方 叫做Fithville 的地方 那它的罪案數字 一個月頭 就220單 那 派位呢 就非常之理想 為什麼呢 因為在它自己裡面 有一間超級學校 就是Bowman School Bowman School Bowman School Sorry 法文 就讀Bowman 有些英國人就是Bowman 我不知道 總共我讀Bowman School Bowman這個字 OK 那它的 兩房Fact 就325,000 三房的Terence 有50萬磅 即是五球 但是呢 值得 為什麼呢 等於你拿筆錢去供小朋友 讀私校 但是呢 你層樓會升 很多朋友都問過這個問題 來到英國讀私校好不好 你有能力的 你找個好一點的區 然後那些over substitution rate低的話 這個房子的價錢呢 其實你就當 交私校的學費 因為你看到 有些這樣的學校 它是比別人的私校厲害的 哈哈 我給大家看 這間Bowman School 它超收 就54% 現在 GZC合格率 就73% 所以超級工學 來這一間 是其中一間 那所以呢 這個 五球野的價錢 你不要當你自己是 買著一層樓的價錢 是交學費的價錢 是值得的 那大家自己想 但是 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是插班的 這些聖Album 就比較危險 為什麼呢 聖Album很多學校 都是在超收的 所以如果變成 你來到聖Album 這個地方 你很大機會 就會插到上面 那間 Tansand Church of England 的學校 如果那間都不收 就 噢噢 可能你就會 真的壓萬補路 不是開玩笑 所以這個 就是給大家的 參考 不是一定實情的 因為 人各有長短 各有運氣 不是開玩笑 那實情的情況 到時是怎樣 真是沒有人知道 那好了 那講完這個 剛才那個區域 這樣的情況 之後呢 再跟大家數一下 因為講到中間了 那在這個聖Album 裡面的 校網區 其實是有好有壞的 那其實 這個情形就是 大部分的學校 都是好的 你看到 在他們的校網區 最差就是 Semiride Academy 46%的 五分學格率 應該應該是 Catherine 這個 這個 又不是最差 這個 這個 中間 這個 Catherine Catherine 是 新學校 來的 是 在 哈林頓 上面的 應該是幾好的 因為他應該可能 辦學團體幾理想 所以 他現在 第一年開學 超收新率 都已經超收了 30% 所以 其實 是的 的 而且 裡面 整體 整體 的 校網 最差 就是 那些 council 給那個 優先 可以佈的 Priority Area 最差是 Semiride School 就是46% 但是 剛才跟大家說了 它是現在的 合格率 和管理做得很好 慢慢提升 所以 變成整體來說 整個 整個 這個 Priority Area 是 正的 主要是 下面 南面的地方 就因為有一間學校 怕萬保路比較差 所以整體搞到 下面 南面的地方 就很濕 所以 聖Album 如果你因為要顧慮學校的問題 總之你不要選南面的區域 選北面 一刀兩斷之下 北面的地方 就沒有死錯人了 就是這樣選 OK 好了 現在說到北面 剛剛說了 北面最好的地方 就是 東北面 Marserswick 的地方 Marserswick 還有一個Jersey Farm Sandwich 那些地方 都是好的 三個都很接近 你怎麼搞錯 弄出一些 Sandwich 這裏 叫做 Marserswick 下面 就有一個Jersey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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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 第一件事 它治安好 狀況數字 一個月頭 就是75單左右 然後派位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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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超修新樓 Sandwich 這間學校 超修 21% 然後 GCSC 五福合格率 76% 超厲害 沒有死錯人 正爺 所以 住在這個區 入到 沒有死 樓價 雖然很貴 兩房的Terence 找不到有費 兩房的Terence 37萬磅 三房的Semi 五球半 謝謝優惠成為 OK 但是 就 可以當作交學費 明白 都是那句 如果讀私校 一年的學費 最便宜的那些 都二十多萬港幣 即是二萬多磅 你供一個小朋友 當你入中學那一刻 你不要算小學那些情形 當你中學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五年時間 每年二十萬都成 一球 不是開玩笑 所以 你自己想 這些東西 意見多的 就比不了 OK 另外一個 剛才跟大家說了 沒有死錯人的 就是 Benexiv Tanzang Pashwood 這邊 即是 聖Album 上面的東邊 這個地方 剛才說了 教了大家 怎樣選擇 學校派位 等等 就是這邊的地區 但是現在就看回 那個帳號數字 為什麼呢 其實這邊的帳號數字 是高的 一個月頭二百二單 為什麼接近市中心 所有這些都是市中心裡面的問題 就是比較高的帳號數字數據 那屋來說 都是不便宜的 你可以找到一些 兩房 Fat 就是三十萬 左右 然後三房的Terence 就五十二萬五千磅 都很貴 所以 這就是整體性Album 地區的情況 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後另外 在聖Album下面 還有一些地方 可以讓大家選擇 就是哪裏呢 第一個地方 在聖Album的 東南邊 東南邊 有一個地方 一個小小的浮 就叫做Lunton Conny Lunton Conny 這裡 它 上數字一個月頭 九十單 然後它的貧富差 它可能比上面 那些聖Album 那些地方 就不太大 都很好 不要開玩笑 都是很好 我都挺欣賞的 這樣 然後呢 它學校 派近的那些 也都是 那個Priority Area 是跟聖Album 沒有分別的 都是那一堆的 但是它最近 可以派到的學校 就是這個 Sam Lee Wilde Academy 就是剛剛 跟大家說 升上位的學校 那再看回 這個Lunton Conny 這個地方 它的 屋價 兩房的 22萬 三房 Terence 最便宜的那些 最便宜的那些 三十七萬五千 所以 樓價比一般的聖Album 略為便宜一點 所以譬如 你又不介意 可能隨時 派到這間 上位的學校 也是想找聖Album 這邊 屋價比較便宜 你可以選擇這裡 另外 上班也很方便 為什麼呢 因為好像在 Lunton Conny 不方便 Lunton Conny 裡面 就沒有火車站 如果你要火車站 的話 就要去上少少的位置 或者旁邊 那些 有個 所以這邊 為什麼樓價 會便宜一點 因為它沒有火車站 你看到 聖Album 很多火車站 還有這邊 西南面 這幾個地方 都有獨立的火車站 上落倫敦 是很方便的 但是它這邊 就比較 濕滴一點 所以就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令到樓價 就沒有那麼高 另外說回 在這邊 有一個 Chesewell 還有 Parts Street 還有 這個 上次 就已經說了這個地方 所以我不說 就focus回 近聖Album 這邊 這幾個地方 有Parts Street 有Chesewell Green 還有一個 這個位置 叫Howwood 就是這樣 那這裡 我覺得幾正 為什麼幾正 就是因為 它有 自己有兩個火車站 上落倫敦 上班 方便 看看 先 跟大家測試一下 由這邊落倫敦 是怎樣的情形 浪費一點時間 不是 有沒有 好一點的時間表 50分鐘 喔 這邊 原來不太美滿 為甚麼呢 其實在聖Album裡面 是有 兩條火車線路的 都頂燃的 所以 有一 bên 是慢一點 有一些比較快一點 以我所知,我先看看,再跟大家做一個測試 是呀,它有兩條火車線路的,一條就是走這邊 但是如果經這邊的話就慢一點的,濕濟一點的 所以變成聖Album市中心和這些完善的地方就可能比較好一點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所以這個浮都是非常不不錯的 大家可以留意,你自己查吧,不要指我了,大佬,死人了 OK,那說回這三個地方,沒有那麼完美,乘火車去倫敦要一個小時 但是它有它的特點,它的特點就是,它這邊也是樓價會便宜一點 一般來說,兩房的Fat就找到30萬磅,就是這個地方 另外三房的SAMBI就找到,可能比較適合家庭的那些,就是42萬磅 三房的SAMBI就是這裡的 那麼,還有數字呢,在這邊的區域,西南面,就是在聖Album西南面 這幾個地方仔的,還有數字呢,一個月頭六十單 這樣也是,吳美滿的地方就是,它最近派位那些,隨時派了下去 入萬寶路,就是這樣的,所以呢,就自己選取啦,自己取捨啦 如果你要便宜的話呢,你又不介意火車站不在你的位置,不是那麼快 就是Lunton County這邊比較好一點的,OK 但是如果你說要上班等那些,你可以想一下這邊,雖然一個小時 但是呢,你就不需要特意抄上去上面,或者抄上去下面 總之這些事情你自己慢慢想的啦,人家指引不了你的 最多是說到那麼上緊的,因為已經說到很長了,我也起到咳了,想喝水了 所以呢,今天的時間是這麼多,希望大家滿意也幫到大家了解性Album這個地方啦 所以呢,就應該OK啦,然後再買一個預告先啦,下一期就會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這個在這的時候,那邊在說 Narayan massa位之中 這個因為那個情況很多不久他的情況有說的 donors要求這處的地方 那就是下次跟大家分享這一個地方 說完了這個呢,已有人已經預約了這道菜式旅程 接下來會講哪幾個地方 之後講完這個號碼 就再排表 看看講什麼 大家密切留意 今天時間就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想知道 什麼想抄輪子 記得 pause 按鈕 就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